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哥林多后书第29天 哥林多后书12章1至10节 赐和恩典 我自夸固然无依 但我是不得已的 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 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我认得这人 或在身内或在身外 我都不知道 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 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我要夸口 但是为我自己 除了我的软弱以外 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 因为我必说实话 只是我禁止不说 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 过于他在我身上 所看见所听见的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 就过于自告 所以有一根刺 夹在我肉体上 就是撒旦的差异要攻击我 免得我过于自告 为这事 我三次求过主 叫这刺离开我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以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 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使徒保罗时常有些特别的经历 就像他身上有许多特别的能力 他能医病 赶鬼 使死人复活 他能知道该往哪里去传福音 再往大马色的路上 他遇见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等 但在今天的经文中 却告诉我们 在保罗的身上 有一根刺 一直纠缠着他 甚至他三次求过主 叫着刺离开他 但神都没有同意 爱我们的神 为何容让刺与苦难 临到他所爱的儿女身上 就像被撒旦的差异攻击一样呢 在这个问题上 保罗的领受 使神不要他夸口骄傲 让别人把他捧得太高 把不属于他的荣耀 都归给了他 很多时候 当我们从神领受一些特别的启示 或是完成神交付的工作时 我们常会不自觉地以为 自己比别人伟大 比别人重要 而忘记这些事是神的心意 神所要做成的 作为神的仆人与使女 一定会从与神的交通中 领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 从而知道 所行的是在神的心意和计划之中 做出神所要做的 才能带出神的权柄 使人真正的得造就 仆人与使女 不过是神施恩的管道 是工具 唯有当我们降杯在神的里面 知道自己软弱 让神的能力复辟我们 才能显出神的刚强 没有次来铺路我们的软弱 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多么软弱 没有经历神的恩典与能力 就不知道神的预备 有多充足多完全 次与十字架不同 杯十字架是人自愿的选择 而次却是神加在人身上 纵使求神拿去 也不一定谋应允的 因此唯有从经历中 认识自己的软弱 又从软弱中认识神的能力 至终才能学会 不为次的存在而忧虑 只依赖基督能力的复辟 这才是神加次在他仆人身上的目的 主啊 当我身处软弱 凌辱 急难 逼迫 困苦时 帮助我更专心地 倚靠基督的恩典 让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使我更多经历你的刚强 道读神的话 哥林多后书12章9节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阿们 主啊 你对我说 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主啊 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阿们 主啊 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你是对我说话的神 因为你的恩典够我用 因为你是赐下恩典的主 阿们 主啊 是的 你是赐下恩典的主 谢谢你告诉我 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阿们 主啊 你的恩典是够用的 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主啊 你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阿们 主啊 是的 你的能力是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主啊 我是软弱的 主啊 但是你是全能的主 谢谢主 阿们 主啊 是的 我是软弱的 但神你的能力可以使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主啊 我感谢你 阿们 主啊 我更喜欢夸自己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主啊 是的 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 好叫你的能力来复辟我 阿们 主啊 我什么时候软弱 就要来夸耀 因为你的能力可以来复辟我 你是全能的神 你是复辟我软弱的神 阿们 主啊 是的 你是复辟我软弱的神 主啊 我要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主你的能力来复辟我 阿们 主啊 谢谢你 因为你告诉我 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 因为你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主啊 所以我要夸我的软弱 好叫基督你的能力来复辟我 谢谢主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